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挂 来到子萍 收看帮我按赞 把连结分享推播出去 同时订阅 记得要帮我们再继续网上冲 还有呢 你到底下载了 中间新闻网的app没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下载的话 其实可以抽好理抽大奖的 我们提供大奖包括有七项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出国玩啊 来抽迎打旅行社提供的 越南河内来回机票 或者是奇幻岛乐园的门票 米特才艺中心的课程抵用券 以及新北河滨方拜个自行车 租借五折券 还有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门票 或是你想要到宜兰苏澳 玩力奖冲浪体验 可以打九折 以及喝我们请你的一杯小七咖啡 很快一分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搞定 手机拿出来搜寻中间新闻网之后 输入推荐代码 我个人是CTI101 任选一个账号来注册 四种方式任你选择 那么到了这一关 就填个资料抽奖去吧 可以抽这七大好礼 为你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邀请到的是 时评论员董志森 董哥 是 前面好 大家好 还有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大家好 以及时评论员王上志 上志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看到在昨天 又有最新的民调出来了 就是TVBS所做的一个最新民调 目前这个态势没变 还是赖清德第一名 柯文哲第二名 侯友宜第三名 但是细部带您来看 赖清德和柯文哲 事实上只差了一个百分点 这个中间的差距非常的小 一个是赖清德33 柯文哲32 那么另外侯友宜25% 25%跟很多人说 站上25%很不错 对 民调回来了 但是不是先别高兴得太早 为什么 虽然说站上了25% 但是你要跟TBS上个月来相比 事实上他也只微幅增加了2%左右 董哥 前天美丽导电子报的民调 它是上升2.8 那我们知道 从23号前代会以后 在台湾就是这两家媒体 有做民调 所以这个是前代会后的一个上升 民进党前天也公开讲 侯友宜已经止跌了 说他已经止跌了 他们在中常会上发出警告 是 说侯友宜止跌 那下来就会慢慢上来 这上来当然有时候是很缓慢 侯友宜那时候被打下来 最主要是新北的卫要案 那当然卫要案还他公道 可是民调没有还他公道 就民进党的栽赃手法是有效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 你这也是一个现象 这现象就是说还有五个多月 你止跌 然后慢慢地回升的话 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 那国民党现在看到这个情况 他当然会觉得说 那对我们来讲 整合成功的一半 为什么 因为那天前代会最主要的动作 是韩国瑜 韩国瑜去他拥抱了他三次 然后又讲了一些话 我们在侯友宜的领导下 我们来下架民党 把这些氛围做出来的话 当然蓝营就有些票就回来了 那我们知道 在这三党的候选人里面 国民党的支持者 支持侯友宜本来的比例就是最低 那现在慢慢地上来的话 对侯友宜来讲 他是一个好现象 那由这个趋势的话 大家就会想说 那下来还有一个人要整合 郭台银 那郭台银 当然他现在的态度是表明 他不愿意被整合 不管他要不要选 他不愿意被整合 他只要不导弹就不错了 他当然现在是在导弹 大家也很清楚 只是大家不愿意讲出来 那对国民党来讲就是这种情况下 他变成必须要早早解决 这也是金普通最近的一些动作 那我们看到就是国民党认为说 好 那我要把这个解决的话 他的关键在哪里 在党中央要有一个指示 党中央把话讲清楚 比如说从今天开始 不准跟柯文哲的沟台银 的政治场合不准一样 话讲清楚 规则定清楚 规则定清楚 这个讲清楚这个也没有太难 就是说没有太难 你只要把它定出来 那当然有时候有些场合很难避免 地方的庙位他也去 我也不能不去 是啊 这种就比较难讲 但是如果是一个 很明显的他是代表一个政党的 造势场合不用讲 他们的政党的候选人 他去站台 这个当然也是政治 就是很明显的是政治的这些东西 都要把它讲清楚 那我觉得说对国民党来讲 这个不是难事 可是国民党一直没有做 就让人家觉得非常奇怪 那侯友宜现在的身世 既然已经回稳 慢慢在上升的话 因为选举就很简单 你要第一名 你一定要第二名开始 对不对 所以第三要先第二 就要先把柯文哲先把它挤下来 因为最主要的对手一定是赖清德 那赖清德最近 其实你可以看他的民调 他大概都不到三成五 都一直不到 所以对他来讲 他心里也会非常紧张 那所以他们在中常会里面 也会发出警信 虽然我们现在主要在打科 他紧张是在野整合吧 在野整合是一个 一个大家都在讲的 但是他一定 就是所谓的整合 当然在野最主要是蓝白 那蓝白你要做怎么样的议题的 当然可以 或者你地方上的民意代表的结合 也是一定会有 地方的民意代表结合一定会有 但是就是总统的整合 大概是很难 这个就目前的情况 但是这个也没什么关系 就是总统如果大家这样的话 各选各整 那如果民意代表可以合就合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但是你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民进党在里面挑拨 你就变成复杂 这个也不太需要 因为我们最大的目标是下架民进党 民进党是 等于说是台湾人民最大的仇家 百分之六十人要他下台 当然大家要把这个力量拿出来 那拿出来就看谁的力量比较大 在野有这么多人 谁的力量比较大 当然以他为领袖 来带领大家农民起义 攻打下整个郑鲁军嘛 本来就是这样 那侯友宜现在当然他有待努力了 就是还有五个兜业 他必须把这些力量拿出来 最主要的就是 你要主导议题的人力 从险战到目前为止 侯友宜没有带动过任何议题 国民党也没有 这个是很吃亏 那我们看7.9合1选举 没有多久嘛 11月26投票 7年国民党 带领多少议题 当然不是党中央 党中央是一群饭头 但是他的议题是什么 邪轮案光一个抄袭 就把你打到趴了一半 再一个黑金再把你弄出来 整个民进党就亏不成金 对不对 就是说你的议题老项 即使民进党掌控多数的媒体 可是网路或人民 口耳相传在讨论 都在讨论民进党的不堪 还有国民党的这些战将 群起围攻 我觉得这个力量大 对 所以我说党中央是饭头 可是他下面的民意代表不是 那一场险战 我们其实在我们节目讨论的 非常热烈 而且非常精彩 平常先讲 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 你要有个主题 主题比如说你要打陈时中 你又怎么要阻挡疫苗 好可恶 打一打大家觉得 对啊这个人本来人设最高 民调曾经高到94 一路把他打到得票32 对不对 31点多啦 我是多给他加一点0点几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你显占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议题导向 变成全民来讨论 那你在演讲做这个其实是不太难 现在国民党 或者侯友宜缺乏的就是这一块 好那目前侯友宜他民调仍需努力 虽然说渐渐回稳 国战拉亮哥这么看 他说以这份民调来讲 这个选举到最后当然会有集中效应 选民会希望最讨厌的候选人就不要当选 所以选票会自动集中 这样的民调差距 以目前来讲对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毕竟你说不要差赖清德 你说苏柯文哲有一段的距离 那对侯友宜来讲其实很危险 有可能侯友宜到时候会被弃保 无论如何都要让差距维持在3%以内 赶快追上来 不然就没有追上了机会了 不过另外媒体人蓝宣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说国民党2016年总统大选 拿下了31%选票 2020拿下了38%选票 所以换句话说 侯友宜支持度现在是25%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不过因为我看到说2020 38%的选票 当时是刮寒流 侯友宜当前他真的就是没有这样一个事 所以说你到现在来看 深蓝或者是寒粉会不会全面归队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其实可以看到 侯友宜的民调 基本上现在应该是触底反弹中 只是反弹的速度是快是慢 这是这一个月的观察重点 上一个月的观察重点是 侯友宜民调大概18到20左右 是不是底 因为没有人可能肯定嘛 他有可能继续往下跌 那有可能止跌或者止跌回升 那所以在723全代会之后 看起来这份民调是 TVBS是724做的嘛 那加了2% 不要想说2%很少 因为在TVBS逆次的民调里面 其实他的变动都不大 所以能够加2% 代表他是有在触底反弹的状况 可是同时这份民调也看到了赖清德 他也增加3个百分点变成第一次 在TVBS的民调里面变成第一名 这也是一个警讯 也告诉大家就是说 如果再也没有办法整合 也就算了 还让民进党的这个阴谋轨迹 也就是这个六成的反律民意 分成一半跟一半 这个柯文哲高就打柯文哲 然后呢侯友宜高就打侯友宜 最好是让你们蓝白两边互打更好 这样子呢赖清德就可以躺着选 那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 因为三组候选人的民调 其实差距都没有到真的很远 也就是说侯友宜他如果触底反弹的状况之下 他要慢慢的往上提升 比方说你定立一个目标嘛 这个月呢把8月份 我们希望增加3个百分点 9月份增加5个百分点 为什么越积越多 因为你有加2有加3之后 加5就比较容易了 你把你现在差的8% 分成两个阶段去努力 那你就很清楚可以看到 那要做什么才能在8月份 增加3%的民调呢 其实很简单嘛 你去看这个民调上面 国民党的支持者对侯友宜的支撑度 每一次调查都六七成而已 这显然是不够高 因为不管是柯文哲或是赖清德 在他们的自己政党支持者里面 都可以拿到8成以上 所以侯友宜第一步当务之急 当然是在议题上面 要能够让国民党的支持者 认为你是一个可以支持的对象 所以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要去占民进党 而且占什么呢 占那些侧义 占那些塔绿班 像这阵子以来 因为党内的各种纷纷扰扰 那包含我们像直播啊什么的 其实观看数也都受到影响 因为大家觉得很烦不想看了 很烦不想讨论了 可是像最近这个塔绿班 就因为我在直播节目上吃坚果 他们就去出征这个坚果厂商 那我一看到我就觉得不爽啊 我又不是代言人 你们在自以为高兴什么 你知道吗 现在这些绿营测试全部都回来了 然后我们昨天呢 我就在我的直播上面 送一百包坚果 在家拿了一大堆的义美产品 因为大家知道义美是支持什么政党嘛 吃起来 这个塔绿班你们厉害的话 你就去给我出征义美试试看啊 结果我们的选民朋友 全部大家都嗨起来了 甚至我看到有一些后面有转载 就是我去吃义美产品的这个 他们就做一张图写 说这个女人太狠了 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个点阅律师 我去看他们那个粉专是 这几个礼拜以来最好的一篇 就是大家就是希望有个爽感 你知道吗 就是被压抑太久了 被民进党嚣张攻击 然后羞辱太久了 大家希望看到一个爽感 所以大家想看到 当然我认为党纪严明很重要 我并不反对国民党把红线画出来 甚至我是首先希望可以把红线画出来 让我们容易依循的 可是我也同时觉得 就画出红线我们遵守 那踩到红线的人你就砍他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就把所有的心力放在去 针对民进党的执政不利上面了 你在做太多的内部的这种 就互相吵来吵去啊 其实那种让人民厌烦的感觉 我觉得不利于下一个阶段增加侯友的民调 所以我觉得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能够党内整合团结 就迅速整合团结 第二个是议题很重要 就像刚刚董哥说的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议题 你就给他狠狠的打下去 而且呢 我觉得现在侯友宜也面临到一个困境是 旁边的人其实讲的都很好 那包含就比如说像戴伟山 戴伟山他未要按到现在都还没有道歉 就躲起来了 那如果但是侯友宜他讲的话 常常都没有上新闻 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我们过去在帮 包含帮蒋万安 在准备他的谈餐的时候 我自己都有一个目标 就是说他明天讲了 那新闻要抓标题 就你要让大家感受到 这个话是你讲的 不能就是歌红人不红 你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句话是侯友宜讲的 所以像是媒体问侯友宜说 那戴伟山都不道歉怎么办 那什么金普聰说戴伟山像老鼠 那你怎么看 那侯友宜他只浅浅的说 这个也没讲错或什么的 但如果是我会建议他的话 你就直接要讲说 我看过了很多老鼠 像是米老鼠都比他可爱 或者是你可以讲说 那就看他能躲多久 难道他下个会期 难道他接下来不到新北市议会咨询了吗 他要怎么面对新北市的民众跟教保员 就你要把这个话语拉满 冲突拉满 大家才知道说这些民党人有多可恶 你作为总统候选就是要帮大家出心里的那股闷气 那自然选票就会来了 自然大家就会团结了 所以团结整合我觉得没有那么难 当你的议题丢出来 比方说九二共识 支持九二共识的站这边 反对九二共识的站那边 马上大家就集中起来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民调看到 侯友宜的触底反弹加了两个百分点 对他来说是等于说有点装上叶克尔摩 因为至少大家都知道20%是谷底了 现在他正在慢慢往上 可是更严峻的考验是 怎么样在一个月之内有更显著的成长 而不是就像死水一样停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多给国民党 跟侯友宜竞选办公室一些鼓励 希望建立一个正能量正面的循环 那而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内部 继续的有很多的内耗 有很多的厮杀 有很多的相互的批评 跟互相的不满 那最后民众看了觉得很烦 他这个票没有投下去 民调没有回答下去 那8月份的时候 还是会面临一样的困境 因为巧新刚刚说到一个重点 对出闷气这个很重要 那很多人是这样看柯文哲的 觉得柯文哲有时候毕竟 好像有帮大家出到闷气的感觉 好那这次反映在民调上面呢 我们看到其实柯文哲和赖清德 柯文哲输啦 但是只差这个一个百分点 两个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这一次很多解读 就说那这样看下来 柯文哲有机会操车 赖清德有机会胜选咯 日本学者小丽媛老师呢 他说从最近这三份民调 美岛电子报 台湾民运基金会 还有在今天公布的TBS的民调 好柯文哲的支持度呢 在这三份来讲是24% 27.8% 以及最新的T台民调是32% 他认为柯文哲是三个人当中 民调差距最大的 的确以T台这份民调跟这另外 这两份民调来讲的差距很大 他说这部分呢需要慎重解读 那我就先请上志哥来解读 在这个民调当中 我们现在因为在电视墙里头 看到数字只有最简单的 就这几个数字 但其实他的TBS来做的 他的交叉分析其实有很多的讯息 比如说我现在简单讲 在整个地区上 你真的仔细看 柯文哲真的有点厉害 现在柯文哲只有高平澎湖的地区 是比较明显输赖清德 其他中张同以北 甚至连云嘉南都跟赖清德只差一趴 柯文哲真的蛮强的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 这么强 另外我们来看说 但是现在还蛮重要的就是 国民党自己本身现在挺侯友谊的 只有七成也就是在七二三之后 不是大团结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还有三成的人的部分 国民党内部的人并没有 真的就马上就愿意挺侯友谊 是不是因为他们在期待过台移民 或者有其他的想法 这里头蛮重要的 因为对比现在民众党有超过86% 是完全挺民众党的 挺柯文哲 所以政党本身还是要出力 侯友谊对于吸收 那么把国民党自己的篮票拉回来 还得七二三了 还没有三成以上没有回来 但这里头我看到有一个蛮可怕的东西 其实是年轻人 那么现在年轻人的部分 我想其实都不惊讶 在柯文哲遥遥领先 但这一次的遥遥领先 已经到非常遥了 现在年轻人当中 20到29岁当中是62% 年轻人挺柯文哲 侯友谊只有2% 柯文哲完全碾压了 全面碾压 要知道我印象先前 其实到上个月的时候 其实大概是侯友谊还有11% 柯文哲大概是48% 那么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我觉得这体现到这一阵子723之前 包括国民党内部 因为金小刀砍来砍去的这些事情 很明显的大概是包括这个在内 也就是包括侯友谊在内 年轻人跑掉更多 所以这个部分该怎么办呢 侯友谊包括金骨忠这里 目前我们都看到 完全没有看到对于年轻人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做法 越跑越光只剩2% 这怎么办啊 但唯独有好消息是现在女性的部分 对侯友谊的支持 有明显是在三个人当中 这个上升最多的 那么上升了4% 24%到28% 那么女性的选票部分 侯友谊这点就涨起来了 这个我正要问 就是说这段时间侯友谊做了什么事吗 可以获得女性选临的青睐 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这里头 也有在看柯文哲 先前因为大家仇女的这个标签 目前看来平盘 目前是平盘没有差 但是我想有一些 所有的选民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这些调查当中 始终都还有约莫10%到15%的选民 包括在我们看交叉比对里头 有15%以下部分是不表态的 所以说这些的流动来流动去 倒不是说他原来支持的跑掉 也就是有一些选民当中 可能在这时候又突然 看一看柯文哲这样 原来不表态的部分 就决定要表态侯友谊 所以在交叉的这个分析上来讲 其实我们除了对侯友谊 希望有更多鼓励之外 而且要注意到说这个部分 现在郭台铭还没有进来的情形之下 所以这样子的数字 至少在整个侯友谊的选战策略上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最麻烦的 就是年轻人从11%跑掉只剩2% 要赶快赶快年轻人这个招 而且年轻人心跑掉很难回来 金普通回来一个月了 都没有任何年轻人的招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办 但是我至少我们确实看到 除了现在在总体的部分的数字上 侯友谊还是在723当中 有微幅的上涨 当然这微幅的上涨的部分 一方面是从723 这个大团结效应应该是蛮重要 我个人原来预期的部分 应该可以再多一点 如果金普通的一些塑造 他个人的一些更坚实的形象 不像以前比较是空空的时候的话 按照应该再多一点 那这三%来说究竟成长的部分 究竟是723效应呢 还是包括金普通的部分的这种 辅助的这些包装的效应 那如果一分下的话 还是稍微少了一点 所以努力的空间还是有 真的还可以有更多的努力 当然接下来最后 我觉得要表达的部分是 应该确实是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真的是723 当中如果只有70% 这个部分就显然 应该是国民党当中内部 其实有723看起来团结 我相信包括我自己本身 对于金普通当中 我始终主张他做了一切 仿佛就在分裂国民党 他金普通所做的一切 不只让巧新 罗志强 赎惠他们 原来在打绿打 打赖金德斯那么大的战力 这将近三个礼拜或一个月来 大举的消失 一消失之后很多蓝银支持者 或很多当中不要说蓝银 那个六成当中要下架民进党的 包括巧新他们接着支持的 一看你们这些厉害的小鸡 包括你的侯友宜都没有在打赖 大家应该有一些很不爽的这个东西 包括30%没有回来这些的国民党 到现在还不止侯友宜 是不是就是因为前阵子 这些分裂的东西 大家看得非常不爽 这个东西我认为要诚实面对 因为如果没有诚实面对 跟调整的时候 还在做一些哩哩哩哩哩怪怪的事 特别是以金普通为主的状况 到不要说侯友宜 会害到侯友宜 你是这个30%是能不能陆续回来 还是你现在的70% 是因为723的关系 如果接下来没做好 这70%不会跑掉吗 也不能太乐观吧 对吧 崔慧 没错 刚刚上次哥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在政党支持度的部分 这份TBS的民调 里面做到了民进党认同 支持赖清德的80% 8成 民众党86% 8成6 那么只有国民党支持侯友宜的 只有7成 那实际上最近这几份民调 不管哪一份 有的6成有的7成 差不多就是落在这样一个数字 所以侯友宜党内的支持度 还是偏低的 那当然跟这一波国民党的内斗 内乱绝对有必然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来看到这个国民党智库执行长 柯志恩 他说其实目前国民党支持者 只有7成头给侯友宜 以他在地方上走动的感觉 如果想冲上8成的支持度的话 还是取决于郭台铭 因为现在南部对于郭台铭的期望值 还是很高 如果郭台铭在9月启动联署 这种不定还是会一直延续下去 如果党内还有人在这过程不坚定的话 对侯友来说是会非常大的压力 董哥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最近的这些地方 大家都在讲 郭台铭到底要不要选 那其实我们现在选举所有的主题 最重要其实也是这个 为什么 因为他代表在野 在野现在有两个人先不参与 柯文哲跟侯友宜 那郭台铭到底要不要选 他显然是会分在野的选票 所以他的动作就变很重要 那这几天他到处拜光宫 就是让自己的新闻量维持不坠 你一直暴走 大家就觉得他可能会选 所以有些人就会有这样的景象 那包括蓝营的 有些小鸡就会 动作就会希望说 能够有他的票 那这个其实是很两难 很两难 对 就是他很两难 他觉得说我也不能不要 郭台铭的票 那我是国民党 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主张 那这个其实 他是一个乱流 就是在国民党来讲 因为郭台铭他的动作很明显 他是在捞乱国民党 那我又不宣布参选 你拿我奈何 我的动作都是嫌疾的动作 我就是独独 我不宣布说我参选 那国民党里面有些小鸡就想说 郭台铭也有一些票 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对就郭台铭所有的动作 对国民党破坏力 其实比柯文哲强 虽然很多人讲 他宣布参选会拿柯文哲的票 但是真的选举以后 这些票他拿不了太多 绝对比较伤害的是国民党 不是柯文哲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郭台铭的影响力 其实 大概他如果 照这几分民调来讲 有一家有做了美利导 美利导做郭台铭大概12 他影响了谁 赖清德有影响 大概2%左右 柯文哲影响大一点点 大概4%不到 那国民党大概3%不到 大概类似这样 所以他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低 递减 就在递减 这个是很明白的 那明白就是说 很多支持郭台铭的人 也说你就宣布 那其实郭台铭在等一个什么东西 他在等一个背叛南京的一个 一个借口跟一个理由 在等这个 譬如说南京 有一个重要领袖 出来骂他或怎么样 那他就可以顺势说 我宣布残选 但他当然 他的残选他也知道 他绝对选不上 而且不但选不上 他绝对是第4名 但是 我就是要来搞破坏的 简单讲就这样 那他现在的角色 就是说我虽然到处试探 我在媒体里面博板面 这些我就是在伤害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谁叫你国民党不征召我 那国民党也着急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动作 就从黄建廷开始 黄建廷是 郭台铭四年前要参选的副手 已经指定是他当副手 所以郭台铭认为说 我在朝中有人 应该是我 那黄建廷找他谈的时候 其实那个过程 我们节目也讨论过 他也公开讲过 就你如果没有成为总统的候选人的话 你能不能到立法院 那郭台铭跟他讲说 那也不要把我排太前面 排后面一点才能够拉票 那这个过程 郭台铭是否认的 那金普通最近讲了 讲了说 郭台铭打电话给我 说他到底要做king还是king mac 郭台铭周天也说 但是我相信台湾所有 包括挺勾的人 自己都心知肚明 这东西 这两个人讲的百分之百是真 因为勾台铭已经没有信用了 可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 对信用不要求 一个嘴巴拜光光的人 每天在讲信用 他明明就是最没有信用 因为你说金普通 金普通是 因为蓝先专访他 他就讲出这一段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也很无奈 就是说 你既然这样 我们把很多跟你接触的 过程讲出来 就是说让大家比较认识你 要不然怎么办 要不然我们就一直被你揉令 我们大家束所无策 没有办法吗 就真的是完全没办法 因为他要显他很任性 是他的事 对不对 他要 我就是背信 我就是要显 你拿我怎么样 他现在就摆出一个这样 对不对 那你国民党是真的完全 拿他没办法 那我只好把我跟你接触的过程 因为很多人骂侯友宜 说你不要高高摘上 都不去整合沟台平 我相信他的电话已经打了几十通几百通了 只是你不接 我发简訊给你 你不回 那外面反而去指责说 你侯友宜就是高高摘上 可是我又不能去讲说 我已经打了一百通两百通 我也不能这样讲 这样讲好像对沟台平有伤害 对我也有伤害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故作自己无知或不懂 我讲的这些都是常识 包括黄建廷讲的百分之百是真 包括金普通讲的百分之百是真 包括侯友宜一直打电话 要跟他联系 后的发简讯 这个也百分之百为真 我相信这是一个常识 可是因为郭台平很多支持者 他可能认为郭台平有他爆发力 有他的选票 所以很多人就故意去讲 很多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就对 整个在野阵营来讲 他其实是不公道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郭台平拿出来选 即使他最后只拿百分之五 对很多人也有影响 他现在是十二 唯一做的 是美丽老民调 那他在递减 递减到百分之五 对这些人有影响的话 那里面伤害的最大的是国民党 为什么 国民党并不是因为都少了 这些票都通通算他的 而是外界会的人说 国民党你就纷扰 对不对 你一个郭台平的事情 你处理成这样 你根本就没有人力 就把这一东西一鼓掌 就认为说国民党就是很无人 就好像那时候 他们用假的威妖案来打侯友宜 现在证明威妖案是假的 可是侯友宜被打到民调下来 他有没有 民调下来是真的 对 他的清白被还了以后 有没有还他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大家又用另外一个思考 这个思考说 那这个明明是假 你为什么反应是这样 你应该出来大声急忽 问题这是科学的东西 我怎么急忽 对不对 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认为是假 可是我没有科学的证明 我没办法去讲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整个媒体签 或者一些名嘴签 很多人就故作无知 然后讲一些 讲一些事事而非的 其实我讲的东西 真的就是一个常识 那这个常识 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而已 因为大家各有首属 或者各有自己的支持者 可是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常识 那我觉得 现在还有五个多 我们就看 各个阵营自己怎么再去努力吧 好 刚刚董哥分析了 这个郭台铭的变数和因素 那柯正恩还说 他说其实民调像减肥一样 一周上升个一点点 一两个月下来 加在一起就不得了了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2024选战对国民党 还是有机会 而且至少目前 侯友宜的民调指别是确定的 但当然也有危机 比如说还有柯文哲的部分 他说身边很多朋友 对柯文哲的态度是不讨厌 当国民党还在纷扰阶段的时候 这些人投不下去的 就会转投给柯 的确 因为身边发现很多的生懒 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毕竟也不会去投赖 所以这样观望的人 是非常多的 小新 确实这样观望的人很多 尤其是比较年轻的选民 像是我们在基层碰到很多年轻的 我非常确定他是蓝军支持者 他过去呢 他甚至有国民党的党籍 然后呢 他过去历次都是投给国民党 而且当时比如说像 陈池中的车队扫机的时候 他们是会站在前面 去给他比倒战那种 很够蓝了吧 但他们这次呢 他们就说目前 目前他投柯文哲 他讲的很斩钉截铁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提醒说 现在你选举还很早 在2022年的选举的时候 在大概选举的中期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跟我说 比如我搭计程车 对方就跟我说 我要投黄珊珊 那我就有问过他一句话说 那如果你投黄珊珊 然后这个陈时中当选的话 你应该不会很反对 我没有要请勒对方 我说你应该也不会很反对 我只想知道他的态度 你应该也觉得说 没有关系对不对 他说不行啊 怎么能够让陈时中当选呢 然后我就说 哦好那我知道了 那我心里就觉得 像类似这样子的选民 其实他虽然在当下 比如他的民调回答了 比如你问他的时候 他可以回答你 可是在最后关头投票的时候 他会投给谁 其实我不认为 他真的已经完全做决定了 也就是说这些人 虽然目前他有一个 潜在的选择对象 但他仍然是我们应该 努力去接触 努力去团结 努力去拉拢的对象 不能放弃 所以我认为呢 2022年 有两场选举都是萨卡都 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 当时呢 蒋万安 黄珊珊跟陈时中 那蒋万安呢 这个先讲黄珊珊好了 黄珊珊是等于民众党礼让嘛 用五党籍 但他跟柯文哲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台北市的副市长 他也是没有办法被整合进来 一定会参选到底 另外陈时中 他跟赖清德有点像 他可以拿到整个民进党的基本盘 但是他对中间选民跟年轻选票的扩散度非常差 讨厌他的人蛮多的 有比较高的仇恨值 就像赖清德的这个台独 或许他这种在南部地区 然后很多这种作风 可能年轻人跟这个中间选民也不喜欢 所以陈时中跟赖清德一样 他可以拿到基本盘 可是他扩散的程度不高 那蒋万安在选举中期的时候 他也碰到同样的状况 被人家说是躺平珠 被人家说攻击没活力 被人家说你一下左打黄珊珊 又打这个陈时中 最后两边都在围攻你 然后呢也有民调多次落后的情况 那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可是他的民调落后状况 没有侯友宜这么差 但你要想因为他的是在台北市选 所以台北市选那样已经算差了 那是因为朋友他是全国的民调嘛 所以你还是要在这个权重上调整一下 总之他有一段时间的民调表现 不算好之外 他的国民党支持度也是相当有限 大概七成 然后呢这个 一般我们在接触市民朋友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说我是懒的 我要投黄珊珊 我身边很多这种 很多对不对 那那时候我们就跟他建议就是说呢 你呢还没有具备这个左右开工的能力 你就是集中的我们炮火对向民进党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每天大家晚上帮他写隔天的新闻谈餐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明天你的媒体受访一定要上新闻 每天都要上新闻 连续做两个礼拜 然后PTT被推爆 然后他就整个就拉起来 后期民调真的有上来吗 对再加上周玉寇的事件 突发事件发生之后 他整个就加总起来之后就拉上去了 那他的中间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做法也曾经被外界批评 比如说民进党他很喜欢在这方面见风插针 说我们是主张说这个 这个黄珊珊的部分先缓缓 集中攻击陈时中 他们就说哎呀 你们这些人一定在偷帮柯文哲 你们这人在偷帮黄珊珊 结果有吗 我们不就顺利的让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了吗 所以很多一些民进党的带风向 大家真的听听就好 他们最希望的就是看到国民党炒成一团 这就是他们的阴谋轨迹 就是说有机会让国民党打来打去 那就尽量的鼓励你们这么做 反正呢这样我就可以单靠基本盘就可以选上 另外一场选战是哪里呢 是也一样在2022撒卡都 就是林庚仁跟高宏安之战 当时我们也跟他讲说呢 那是不是你尽量去针对沈慧宏 尤其是林志坚啊什么很多案子嘛 他们不要 那个时候他们就很坚持说就是要炮打高宏安 那打了老半天 打老半天高宏安之后呢 那没起色就有高宏安当选了 然后自己落选 这就相当可惜嘛 所以你看哦同样都是撒卡都 而且其实新竹市也是比较偏蓝大于绿一点的地方 并没有比台北市这个基本盘的状况差 那为什么最后两边的结局截然不同 就是你选择的战略跟战术不同 当我们集中一起监督民进党的时候 所有台北市的市民朋友还包括全台湾哦 大家都在看新闻嘛 大家都很有劲嘛 大家都觉得说零之间的论文有问题 陈时中的疫苗有问题 免治马桶的事件 侧翼网军黑金 每天都有很多素材可以打 就像董哥刚刚讲的那样 大家自然而然就团结在一起 而且民调就上来了 所以我觉得呢 要去解决刚刚这个柯智恩执行长他所说的 就是说很多人可能现在在观望 或者是说有些人他说我要投柯文哲 其实2022年的选举类似的状况发生过 他不是不能解决 但是你要更积极更有效的去呈现出民进党的缺失 你要拿下反律阵营的那把大旗 你不能躲在别人后面 你要冲出来拿下反律阵营的那把大旗 九二共识有什么不能谈的 能源议题有什么不能谈的 我们就是要跟你直球对决 这个时候当民进党在攻击你的时候 国民党人也会看不下去啊 蓝军会看不下去啊 甚至反律阵营的人都看不下去的时候 他自动跳出来帮你 就会有自然而然的团结跟整合了 对你讲到重点团结 当然你做民调参考就好 那战略战术当然很重要 还有一个是团结的部分 那当然现在很多人讲说 尤其是在723全代会的时候 韩国瑜出来登高一呼挺侯友宜之后 侯涵配的声音也出来了 不只侯涵配啦 当然还有什么将韩国瑜列为 这个不分区的第一名这种种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前立委孙大迁呢 他透露了韩国瑜对这些 目前的这些所谓所谓位置的一些想法 好他说韩国瑜从来没有打算 在这一次要成为总统候选人 甚至连副总统立法院长不分区第一名 这些他都没有在他的考虑之内 他的考虑只有一个 就是下架民进党 协助国民党重返执政 好当然就是政党轮替这个最高价值 那么说到底 其实韩国瑜这个动作 因为他到现在为止还是强调 我就是来当啦啦队的 真正的问题就是团结啊 上次哥 韩国瑜是到目前为止拿捏都很好 他也没有小家子气 然后来支持7236支持侯友宜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三个心愿里头 并没有说支持侯友宜 他主要还是他的中华民国 下架民进党等等的这些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现在还蛮准确的 拿捏在他自己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说虽然有这种不分区 什么第一名等等的邱呼声提出这些东西 但是韩国瑜自己感觉起来是他的大方向抓得不错 我觉得他抓得不错 首先呢在这里头如果能够因为韩国瑜 慢慢把一些蓝赢的包括韩粉的支持者 拉回到支持侯友宜 当然也是直接的很好的部分的帮助 那么但一方面他也留下一个悬念 因为最终下架民进党还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最后蓝白盒这件事情 我认为韩国瑜未来会发挥作用 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 如果以金普聪这样子的个性的人 金普聪这一辈子有跟人家粘合跟什么吗 他就只有砍砍不停 他现在嘴巴虽然也都说了说 什么不耐意思 可是他就强调说绝对一定是侯科配 不可能侯科配 所以他那个东西 如果他一旦变成金普聪 如果变成是未来蓝白盒当中的 非常关键的阻力 阻挡的部分 甚至就不让蓝白盒 是最后是金普聪 明明朱立伦包括韩国瑜 大家所有这些人都要想尽办法 以下架迷走来前期的时候 金普聪会就是怎么办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倒觉得 慢慢我们会看下金普聪的角色在整个 虽然他现在在包装侯友宇没有错 可是一旦他从他723隔天的724 就在蓝圈的节目里头 炮打朱立伦 然后炮打罗志昌 真不知道这个人在干什么鬼 他真的是疯了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在这样子的关键之下 到底现在国民党里头 以金普聪这种有分裂性格的部分人 究竟会不会还有加影响 我们还是要关注 因为我要拉回来一件事是在于说 现在虽然大家都一直说 韩国瑜 侯友宇加油 韩国瑜都等等 可是我只要表达一件事情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现在蓝营是怎么看 从我一个外人来看 现在整个国民党的支持 这几年来 我想至少这八年来 国民党的核心的蓝营的支持者 不到30%了 我都认为大概就25%了 而且25%当中也都没有全部都现在在力挺 侯友宜 未来郭台铭出来的时候 是在这25%里头分 25%国民党里头分 所以现在大家就说 你出来要出来乱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现在我们要思考 一个国民党在25%到30% 现在想要下架迷进党的是60% 现在大家不要再批锅 不管 包括还有其他的包金普通这种分裂国民党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25%的国民党里面 就说团结团结 来支持侯友宜 可是里头应该砍来砍去 首先你觉得这25%或30%的国民党的支持者 心里头不会不爽吗 不会堵拦吗 另外这60%的下台民进党 看你们国民党卡来卡去 虽然你723大团结 我们都已经看到刚刚年期的人选票 从11%跑到剩2% 看到你们国民党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是 现在无论最大关键是侯友宜自己要努力 金普通你要专心专注专业的帮侯友宜 你不要再作为那个老鼠屎 再坏掉整个团结一锅粥了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否则是60%的民众看着你们这样 国民党自己打自己 这个在基层民众的观感 他才不会管你 我也不是你国民党的 这60% 整个泛兰 或包括有一些如果是白的等等犯率 就他就觉得你们再打开打去很惹人厌 就看你们国民党就很讨厌 会不会因为讨厌你们国民党打来打去 最后变成是移植到对侯友宜的恶感 60%当中的整个在地水民 另外单单25%到30% 所剩无几的国民党的支持者 未来还要被郭台铭分掉的 这25%里头 里面的人看到你们国民党不能打来打去 而且现在还包括林金杰这种东西 你动辄就要画红线砍基层 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 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威权时代 你国民党当然要画红线你要求 可是你要东砍西砍 你25%继续砍 砍砍砍砍砍 要林金杰入变郭台铭的 继续砍 全部都跑过去 你觉得你侯友也会剩多少 我不是说不要画红线 要画 可是不是现在这种野蛮的方式 你现在这种野蛮的 不说道理 也不动员去表达或者去安抚 包括小鸡们好好照顾小鸡 小鸡有一点点去上民进党的部分 民众党的部分节目 就一副又要再把小鸡砍死 这种东西我觉得已经没意思了 不只是小鸡或淑慧他们 可能就我们就配合 你觉得他们的支持者 你觉得小鸡或游淑慧 罗志强支持者 这些年轻人 国民党年期选票就这几个人了 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你们这样压制小鸡 你觉得小鸡们只是说 小鸡说我们还要团结国民党 前大支持国民党 他们会听吗 看到你金普通卡来卡去 你们这国民党果然就是烂 就不要你了 就是说他讨厌你们这些分裂 只有移植到侯友宜的身上 所以我们现在居然在鼓励侯友宜 真的我们看到 这个好不容易大团结这个契机 如果金普通为首 继续分裂国民党 害到小鸡 鸡层资责 从30%到最后60% 还是就是讨厌 国民党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这几年的选举当中 下架民党之外 从来讨厌国民党 没有消失过 讨厌民进党 跟下架民进党 一直都是主流 不要忘记 所以不要动不动 就欺负 或动不动 就要处理基层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 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小肠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男性可忽 好安心 小肠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颠造在冒出 高科区尔益生菌 及制成